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圣经的这一句话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您是不是也曾经用此经文来祷告 并大有信心地宣告 一切的灾祸都不是从生而来的 所以只会有平安的事 绝对不会有任何不如意的灾祸领导 那么请问您是否知道 神在这里所说的赐平安的意念 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末后有指望又是指的是什么呢 神又在怎样的环境当中如此来宣告呢 当神这样宣告之后 百姓的生活是不是就从此幸福美满 一帆丰盛没有任何的困难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研读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九章 来了解神所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复习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七章 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巴比伦的恶 告诉犹大王西底家 以及以东王摩甲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 要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恶下 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 耶利米书二十八章 假先知哈纳尼亚却说 神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恶 他们都奉耶和华的名发预言 那到底谁的话才是从神而来的呢 百姓又该相信谁呢 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 神借着耶利米以同样的话来劝诫 那些已经被掳去巴比伦的人 第一到第二节 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给被掳的祭司 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 就是尼布贾尼萨从耶路撒冷落到巴比伦去的 这在耶格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 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 原来假先知的假预言不但影响了留在耶路撒冷的人 也正在影响被掳到巴比伦的人 给他们错误的应许和虚假的盼望 以致他们误以为巴比伦帝国的权势很快就要坍塌 以为自己很快就要归回 第三节 他借沙藩的儿子伊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丽的首寄去 他们二人是由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贾尼萨王的 伊利亚撒和基玛丽不但是西底家的臣子 也是先知耶利米的同伴与支持者 他们都是敬虔的后代 他们俩的父亲是当年约西亚王身边的得力助手 伊利亚撒的父亲沙藩是约西亚王的书记 吉玛丽的父亲希勒家应该就是在圣殿找到律法书的那位大祭司 这两位的父亲当年扶持约西亚王带下宗教的改革 如今他们的下一代不但继续在宫中服侍约西亚王的儿子西底家王 更是先知耶利米的同伴 伊利亚撒还有一个兄弟亚西干 他曾经保护耶利米不交给蓄谋杀害耶利米的百姓 虽然先知耶利米看似力量单薄被众人排挤 但是感谢神他仍然有一些可信任的同伴与他并肩作战来扶持他 所以这一次伊利亚撒与基玛丽受王命去巴比伦 建尼布加底撒王 就正好协助了先知耶利米把信件带去 给被裸到巴比伦的百姓 信件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四到十四节 给百姓的指引并劝解他们 第一个劝解是要他们安居在巴比伦 第四节 在信上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对一切被掳去的 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 这里特别强调了两个方面 第一 此信件的作者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此名称提醒百姓 神麾下有数不尽的大军 只要他一发命令仇敌就四散 没有一国一军能抵抗 第二 强调神在犹大人被掳之事的主权 不是因为神无法保护他们 而是神使他们被掳去到巴比伦 试想想 如果是你被掳去巴比伦 心情会如何呢 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国家 心灵必是掺杂了各种悲伤与愤恨 再加上当时假先知的胡言乱语 他们误以为很快就可以归回耶路撒冷 因虚无的期待 他们压根就没有想要在巴比伦住下来 他们不肯建造房子 不打理田地 不耕种 也不顾传宗接代 甚至有人蓄谋要如何造反 所以神通过耶利米来写信 劝诫他们 首先神吩咐他们 要安顿在巴比伦 好好地照常度日 因为他们被掳的日子 不是一年两年 而是七十年 也就是相当于两个世代 神说 第五到第六节 你们要盖造房屋 住在其中 栽种田园 吃其中所产的 娶妻生儿女 为你们的儿子娶妻 使你们的女儿嫁人 生儿养女 在那里生养众多 不至减少 由此可见 其实他们在巴比伦的日子 仍然有从神而来的恩仇 有房屋可以建造 有田地可以耕种 还可以自由地结婚生子 若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和心意 只是一味地抓住自己的执念 他们将错失神所预备的祝福 第二 神吩咐他们为巴比伦求平安 既然他们要住在那第七十年 他们在那地的日子 是否平安取决于他们的祷告 神说 第七节 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地 你们要为纳成求平安 为纳成祷告耶和华 因为纳成得平安 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 听摩大前书二章一到三节这样说 我劝你第一 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祝福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原来从旧约时代 延续到新约时代 此原则一直都没有改变 难道他们就这样忘记过去的仇恨 不计前嫌地为巴比伦求平安吗 是的 这正是耶稣的教导 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灵舍 恨你的仇敌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第二个劝诫 不要听信谎言 第八到第九节 万军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 和占卜的诱惑 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 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 我并没有拆迁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里提到两种谎言 先知和占占卜的诱惑 以及自己所做的梦 拒绝的谎言 包括了别人说的 以及自己日有所思 月有所想的虚幻 被掳之前 假先知预言 平安平安 被掳之后 他们预言很快就必归回 他们的预言 那是出于他们的私心 不是从神而来的 以着环境而随意的改变 说实话 若我们处于其中 要辨别当时众多预言的真假 也会难以分辨 他们都打着耶和华的名号 发预言 但是内容却完全相反 第三个劝告 要呼求祷告 寻求神 就必寻见 第十节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 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扔回此地 耶利米第一次预言 被掳七十年 是在约亚经第四年 也就是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的元年 那时巴比伦帝国尚未崛起 神就说 耶利米说二十五章 十一到十二节 这全地必然荒凉 令人惊骇 这些国民 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 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 并加勒底人之地 因他们的罪孽 使那地永远荒凉 后来 约亚经连同圣殿的七名 贝罗去巴比伦 那是第一批贝罗之人 第二批贝罗的 有他的儿子 耶格尼亚和他母亲 与后妃 臣仆 首领 太监 及国中的大官 耶路撒冷的重民 以及所有大能的勇士 共一万人 连一千木匠 铁匠 一千人 都裸了去 只剩下国中 及贫穷的人 如此 已经有两批人被裸去了巴比伦 耶利米第二次提到贝鲁七十年的预言 目的是鼓励他们降服在这七十年的管教中 好好地度日 等候七十年结束之后 神就要眷顾他们 向他们成就神的恩言 使他们归回耶路撒冷 第十一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将你们末后 有指望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换作是我们 被裸到了巴比伦 神告诉你 我知道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将你们末后有指望 你会怎么想呢 你会相信 这是神赐平安的意念吗 日子平顺 风平浪静 我们很容易来宣告 这是神所赐平安的意念 可是一旦陷入困境走不出来 人就很容易地来质疑神 埋怨神 不是吗 换句话说 神告诉百姓 这被裸的七十年 是神对他们赐平安的意念 原来 我们所熟悉的这句话 竟然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 神对贝裸的百姓说的 这被裸的七十年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而是神赐平安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这是不是和我们原本 对这句话的理解 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通常祷告 宣告这句话 意思就是一切的灾祸 都不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只会有平安的事 绝对不会有不如意的灾祸领导 但是这句话 在这里的意思却恰恰相反 灾祸必领导 他们必备落七十年 这是神所命定的 是神拣选的巴比伦王 是神定下的七十年时间 说白了 这灾祸就是神所定的 但是 这七十年的贝裸 不是结局 而是一个管教中 拆毁的过程 以及拆毁之后的建造 而灾祸之后的平安 才是神至终的目的 是神赐平安的意念 是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因为七十年后 神要使他们归回 而且这七十年当中 神要被他们寻见 既然如此 神劝诫贝罗的百姓 要在巴比伦寻求神 第十二到十四节 你们要呼求我 祷告我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寻求我 若专心地寻求我 就必寻见 耶和华说 我必被你们寻见 我也必使你们被裸的人归回 将你们从各国中 和我所赶你们 到的各处招聚了来 又将你们带回 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说的 看似来到了尽头 没有出路的绝境 神对他们所说的这份话 就如同一道曙光 给了他们极大的盼望 只要他们寻求神 就必寻见 这是他们末后的指望 是神向他们所怀 赐平安的意念 Amen 按照历位纪十六章 和生命纪三十章的记载 神给百姓 许多悔改的机会 当百姓 因而再地选择悔逆 最后他们将被掳 到了仇敌之地 但那还不是结局 神接着说 在被掳之地 只要他们悔改 承认罪孽 谦卑己心 服了罪孽的刑法 愿意听从神的话 归向神 神就必领续他们 救回他们 把他们从列国中 招聚回来 信件内容的第二部分 是十五到三十二节 讲到不听劝的下场 第十五到十八节 讲到不肯听劝 留在犹大之人 十五节 你们说 耶和华在巴比伦 为我们兴起先知 神知道他们在巴比伦 把假先知 当成了神兴起的先知 而且以此夸口 因为假先知的话 更符合他们的私心 所以他们拒绝先知耶利米 神再一次地提醒他们 之前神借着耶利米 所说过的预言 第十六到十九节 所以耶和华论到 做大魏宝座的王 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 就是未曾与你们 一同被掳的弟兄 万君至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我必使刀剑 饥荒 瘟疫领导他们 使他们像极坏的 无花果 坏得不可持 我必用刀剑 饥荒 瘟疫追赶他们 使他们在天下万国 抛来抛去 在我所感他们 到的各国中 令人咒诅 惊骇 痴笑羞辱 耶和华说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 听从我的话 就是我从早起来 差遣我仆人 众先知去说的 无奈 他们不听 这是耶和华说的 此预言 记载在二十四章 那时 耶格尼亚人 被落去巴比伦之后 耶利米 看见有两筐 无花果 放在耶和华的殿前 一筐 是极好的无花果 好像是初熟的 形容被裸去的 犹大人 神必堪估他们 如这好无花果 使他们得好处 而另外一个框 是极坏的无花果 坏得不可吃 形容犹大王 西底下和他的首领 以及胜在这地 耶路撒冷的渔民 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 神要把他们都交出来 在天下万国中 抛来抛去 遭遇灾祸 如今神再次提醒 被裸去巴比伦的百姓 那些留在犹大的人 接下来将面临的悲惨下场 第二十到三十二节 讲到借假耶和华的名 说假预言的假先知 神向被裸到巴比伦的百姓 列出了三位假先知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万军至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轮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 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下 如此说 他们是托我名 向你们说假预言的 我必将他们 交在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的手中 他要在你们眼前 杀害他们 这两位被提名的假先知 后来在被裸之地 成为咒诅的代表 祝巴比伦一切被裸的犹大人 必借这两人读咒说 愿耶和华使你 像巴比伦王 在火中烧的西底下 和亚哈一样 被火烧死的酷刑 在巴比伦很寻常 如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因不肯向偶像跪拜 而被丢在火炉里 神指出他们的罪行 这两人是在以色列中 行了丑事 与灵社的妻行淫 又假托我名 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 这是耶和华说的 随己意托神的名说话 是非常严重的罪 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 即便他们远在他方 身在巴比伦 而不是在耶路撒冷 即便他们满天过海 成功地欺骗无知的百姓 但神说 知道的是我 做见证的也是我 神知道他们隐秘的仇事 也知道他们虚假的预言 神必惩罚他们 第二十四节 论到尼西兰人 士玛亚 你当说 士玛亚是被 罗到巴比伦的假先知 也有可能是 一群假先知的领袖 他从巴比伦写信 去耶路撒冷 控告耶利米 是假先知 此贼喊作贼的行为 是不是觉得很可笑 尼西兰人 原文是梦中的人 可能指他自称有圆梦能力的人 这番话是神对 士玛亚说的 神要亲自揭示 士玛亚的恶行和谎言 并要宣告审判 第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万军至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曾用自己的名 寄信给耶路撒冷的重名 和祭司 马西亚的儿子西藩亚 并重祭司 士玛亚以半奉承 半威胁的话说 耶和华已经立你西藩亚为祭司 代替祭司耶和耶大 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 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 用家家住 用锁锁住 这里的耶和耶大 到底是谁 学者有不同的猜测 其中一种解释认为 耶和耶大 有可能就是当时的大祭司西莱亚 而西藩亚原本是副祭司 西德加王之前曾打发他 和巴士护尔去见耶利米 士玛亚这样说 主要的目的是要说服西藩亚 拿起大祭司的权柄 来除掉耶利米 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现在亚拿突然耶利米 向你们自称为先知 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 因为他寄信给我们 在巴比伦的人说 被掳的事必长久 你们要盖造房屋 住在其中 栽种田园 吃其中所产的 意思是 你既然是祭司 是神殿中的官长 就应该把狂妄自称为先知的耶利米 用家家住 用锁锁住 这是耶利米曾受过的刑罚和羞辱 第二十九到三十二节 祭司西藩亚就把这信 念给先知耶利米听 耶利米知道后 没有为自己身边 而是神为他挺身而出 于是耶和华的话 领到耶利米说 你当寄信给一切贝鲁的人 神要对贝鲁之人 预示士玛雅的下场 耶和华论道 尼西兰人 士玛雅说 因为士玛雅向你们说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 他是你们依靠谎言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刑罚尼西兰人 士玛雅和他的后裔 他必无一人存留 住在这民中 也不得见我所要赐 与我百姓的福乐 因为他向耶和华说的叛逆的话 这是耶和华说的 说谎本就不好 欺哄神的百姓 导致绊倒他们 更是罪加一等 但最严重的谎言 乃是滥用神的名字说谎 以为冠上了神的名字 自己的话语 就有相等的权柄 因此神清清楚楚地说 神对贝鲁之名的眷顾与福分 士玛雅和他的后裔 一个也得不着 看完了这一章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 默想神所说的这一句话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将在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默后有指望 让我们以这句话来回应祷告 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您 因为您知道 您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即便在管教的过程中 在炼禁的过程中会有苦难 但是您对我们所怀的意念 绝对不是将在祸的意念 在过程中的磨炼 您必叫我们默后有指望 所以主啊 我们选择相信您 在所处的环境中降服下来 并且向您呼求 祷告 专心地寻求您 直到我们寻见主 这样子祷告祈求 那是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祷告 Amen